今天啊,我们来到山水花都小区,这不是有个超市吗,看一个大哥呢,车停那个地方,然后前面摆了一个牌子,说是出售房子,自住房,然后我那么一问,他正好他也认识我,他知道我是谁,一听我的声音,他说这个房子想卖,让我给他拍一下,我说那行吧,给他拍一下啊,现在我坐着他的车,咱们进入他们小区, 大哥,您那个房子是几楼啊,三楼,三楼是吧,您为什么要卖呢,您这个,我现在就是得回去接送孙子上下学了,孙子选择了一个离家远的学校,这样呢,我得和他奶奶回去去接送,这样我就住不了了,住不了了,那您这个房子是哪一年卖的呀,我房子是一,就是卖的时候, 那这大概是一零年,一一年那样吧,一零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买的啊,原始房啊,但是一直没住,一直没住啊,退休以后呢,装修了完了之后才住了几年,住了有五六年了吧,住了五六年了啊,之前是空着的, 你们小区的风景挺美的啊,你看这儿,在景致啊,真是漂亮啊,我们小区,住在我们小区的人都非常,非常热爱这个小区,对, 对,您小区那个地方有一个演艺广场,有一个演艺广场,我们过去拍过,对,夏天的时候很热闹,这些爱好文艺,好像你们小区还有一个什么,叫做艺术团,对, 对,山水花都艺术团,对,有什么契乐,明月,还有合唱,对,对,对,文化氛围很好,文化氛围特别好,对,现在再稍微过一个, 再稍微过一段时间,这个人每天晚上,再出来活动的人就非常非常多了,哦,跳舞的,唱歌的,你走,你走,我看看啊,你们小区这个景致确实不错, 这花还开着呢,这是乐界,肯定是,对,真是不错,这是连派别说,这是会所,对,会所这个地方,会所前面是个演艺广场,演艺广场,对,这个像有演艺广场的小区真是不多,还在搞维修那小桥,您家在什么地方,就在这,我就停在这,停在这,哦,好嘞,看这个小区啊,确实是不错,很美,这边有水系啊,有停格,有演艺广场啊,大哥刚刚给我讲,他不便出镜啊, 所以说呢,我就不拍大哥的脸了,呃,大哥你领的我去看,是这个单元是吧,哦,你们小区就是,环境好啊,环境好啊,咱这个物业的同志也很,很这个,勤快,哈哈哈哈,随时把这个,这大院里的东西啊,垃圾给收拾掉,卫生非常好,卫生特别好,对,啊,你看这个车辆也挺多的啊,我就住这个楼,啊,这个,这个楼啊,好,第一个门楼,第一个门楼,是,我这栋楼,啊,我这个门楼的, reboze也特别好,啊,你看前面特别开口,没有房子,哦,对,直接就看着眼艺广场,下面呢,哦,就眼艺广场旁边,哦,对,位置不错,对,我进去看看,你是,你说是三楼是吧,三楼,哦,是一梯两户是吧? 三楼,哦,是一梯两户是吧? 一梯两户,两户可以,我们有些房子是一梯三户呢,我们台阳廊弯,对,对,哇,大哥,您这我们家人家都是有的。 很普通的门,这家的门好像也换过,是不是? 不是,这个就是原始门 大哥,把门打开了 一进门是一个厅,是吧? 是一个厅 这个厅还挺宽的,这个得4米多 那我还说不太厉害 你这房子多大面积呢? 80 你这个户心没有浪费的空间 你这厨房真是 我的厨房的厨櫃都是杜德邦的 当时几年前是在武山最好的 这个厨櫃就一万多块钱 光厨櫃就一万多块钱啊? 然后我这个地面都是韩国的材料 你看,不是那个地砖的 一看就是非常 上两两次 冰箱也都是海尔的 两千多块钱的 就是说你们这个格局是这样子的 这个餐厅和厨房 可以并在一起 因为村子比较大一些啊 然后我这个隔断 我自己做的这个 以前是不是一个封闭的? 以前没有 我这是一个开放的厨房 开放厨房好 然后吃饭了,学习了 都在那边啊 这个胸怀主国放眼世界 两个地图 还有这么大的空调啊? 我这个空调是3P的 3P的? 2G能耗 看是2G能耗还不错 非常好 我们家是3G能耗 2G能耗还不错 这是小卧室是吧? 小卧室 这地面是以前的 还是你们自己弄的? 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 这地面档次也挺高的 这是咱们大自然的地板 大自然地板 都是品牌 这些 我这个 凳子是 这个包装好的东西 是要往海南发的 海南发 就是说海南还有窝 海南还有个小房子 对 这前面 前面 这是一楼 也正在准备装修 我们在搞 对 对 然后我再退出来 看看这个 这个小卧室不算小 真是不算小 因为你看 床 一米五的床 这边还这么大的空间 一米五的床 简易的一个床 然后 我看看大卧室 大卧室 因为它是和阳台混在一起了 在一起的话 就现在更大 这边还有多一个房间 储藏间 这还有一个储藏间 能打开看看吗 能打开看一下 打开的储藏间 80来平 弄了很多隔断 也是自己搞的 对 所有的杂物 杂物对对对 有这么一个房子 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 你这一弄完弄的挺漂亮 看来你这样搞的话 费了不少功夫 下了不少 下了不少 你看我这个门 这个隔断 这个框子 对 都是好东西 不错 确实不错 这个是以前的还是 以前的 以前的 没动 这样子的 为什么不错 在演艺广场前 对 三楼挺好 然后这个 客厅显得很 不是 这个大卧室 就显得特别的宽敞 你看 你看 因为它和阳台混在一起了 它就觉得更大 对 不是 它那个不是咱们改的 原是这样的 对 感觉就特别大 太宽 你看 这个距离 你看 然后 我看这个电视 这是过去的什么电视 这是那个什么 这是那个 这是老电视 日本的老电视 松下的 对 因为新电视吧 都比较薄 对 这个厚度呢 就是说 我这个电视是用的 有二十年了 那个倒没有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对 有历史了 对 原装 房子不错 再看看您的卫生间 卫生间 这都是自己贴的 重新要装修一下 是吧 对 卫生间 吊的顶 对 对 卫生间很长 这个宽度 我看几块砖 一块 两块三块四块 四十的 大概两米左右宽度 长度的话 有个三四米那样子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四九三 哎 九 我也不回想 是四十还是三十的 三九二十七 两米七 要是四九四九三十六 三米多吧 三米多是吧 哦 对 这都是换的新的我看 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 真不错 也就是说 拎包入住 这个是绝对拎包入住 对 一来以后 直接就能住 什么也不用添置 另外你看我这个门 这些都包括 还有补生间 都是 所有的都是标准很高的东西 哦 那么 您那个 有网友如果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和这个房东直接联系 您的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号来着 1390 1390 1390 然后呢 441 441 5366 5366 是哪地方的号 是 吉林的 吉林的号 您是吉林的是吧 对 您直接 就是说网友感兴趣的话 直接和这位 先生贵姓 姓吴杨 和杨老师直接联系 然后和杨老师直接联系的话 价格你们自己谈 咱们看看 对 这个外面的景观 对 我这个房子楼层好 楼层好 对 不高不低 对 前面非常开阔 对对对 没有党 一点党都没有 对 是 那边就是 那边叫祥东花园了是吧 不是 这也是我们小区 不高层我说高层 高层也是 那两种高层是我们小区 那边香港平安 香港平安 在香港平安的西边 香港平安也比较有名气嘛 这都是什么树啊 这个是 这是樱花 樱花哦 到开的季节 那花开的不得了 是是 挺好挺好 大哥 我觉得您这房子这么好 您想卖 太可惜了吧 我这个房子 我跟我老伴 准备在这养老的 其实怎么也能住到七十多岁 现在一看 家里边孙子需要接种上学了 没办法 孩子不能照顾吗 孩子在部队 哦 没有经历 没有经历 没有经历了 我们就不得不回去了 谁放弃 我觉得这么好的地方 你没看过那个 纸壳什么叫忍痛卖房吗 哦 对对 我就说这个 一个是捨不得武山这个地方 而是捨不得自己这个房子 对 位置也好 实在是没办法 你看别的房子 互相都打 根本 真是不错 对 我这个房子真的是好 看有缘人吧 如果遇到有缘人的话 他一定会和你联系的 这块前面这块也不错 这块也不错 都是草坪 对 那小区是挺美的 如果是晴天的话 那就更好了 今天有点阴 有点阴 就是薄云吧 那小区因为你是最了解情况的 我们的小区我们认为在鲁山是属于 是属于是 比较好的 比较靠前的 比较靠前的 排在前面的小区 比较靠前的 是是是 这方面都很好 是 挺好挺好 环境好 山水花都文化氛围也很浓厚 今天艺术团没有活动 每天艺术团都有活动 每天都有活动啊 团长是谁啊 你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啊 我看过他们的一些演出 但是我也不了解他们这个 山有重大的这个活动 他们都参加 都参与啊 主要演出单位 对 因为他们的成员 好多都在大墨市广场表演节目 对 我应该认识几个 真漂亮的小区啊 对 刚才啊 这个拍了一下啊 这个小区里的一个网友 的这个房子啊 咱现在呢 在他的小区啊 这块景观带这块走一走吧啊 让大家看看这个小区怎么样啊 小区确实是不错 还有老人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小区其实啊 过去拍过两会儿啊 大家对这个小区 评价的还可以 看走入他的这个 今年啊 咱们银滩 还是有点干旱啊 是下过一场那个像不像样的雨 现在这个草地呢 都不是很绿啊 如果雨水充足的话 这草地一定是绿营的啊 现在已经过了花开的季节了啊 好多花都开败了 而且今天也不是晴天啊 如果是晴天 这个蓝天啊 绿素啊 这个映衬下的话 这个咱们的这个片子啊 就更亮眼一些吧 我现在听到小区里的这个 吹了一些啊 气乐的响 远远的飘过来 一点这个 这个乐器 气乐这个奏 弹奏的声音啊 吹奏的声音吧 这都没放水啊 这个水汽挺长的 从应该是从南到北啊 这个贯穿了整个小区啊 这都是连排别墅啊 好多都没卖出去 如果喜欢别墅的也可以 朋友也可以过来 打听打听 了解了解啊 我估计他附近应该是有中介的 可以问到一些信息 我曾经拍过他们的这个 可能是这套别墅吧 三三层啊 装修好的是特别漂亮